第七就是處理實際生活上的個人問題 有處理到個人和人與人之間的事控上 而這次講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其中一部份 這次講到與人合作 其實這些與發揮心理的關係是極有關係的 如果我們與人合作 我們就不可能能夠發揮得好 即是我們與人合作 例如上班、教會、侍奉、和朋友相處 能不能合作 很多人在這些地方覺得 我們信耶穌主要祈禱、主要上教堂 就覺得很多人的事就不太看錯 有些人只是看錯人的東西 就沒有看錯神的東西 其實我們要看錯神的東西也要看錯人的 在這裏吃了一個 好了 我們這次看見這個與人合作 俘律師二章三節一起讀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放的名謠 只要全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必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我們與人合作 其實我們上班也是有很多合作 對嗎? 我們很多時候很隨意 隨意怎樣呢? 那個人不好 就是不要理他這麼多 那個人對我不好 接著就用一些方法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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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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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就能够得胜 有些人就说很不抵 很不拒 有没有搞错他这样对我 我都要对他好呢 是觉得很难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发挥生命 这是唯一的方法 如果我们跟人关系不好 譬如我以我自己侍奉为一个例子 我侍奉的时候 必定有好的人跟我一起合作 也有时候有些不好的人 就是有些人他明明说是这样 他又不做 或者他说一些攻击的说话 如果他攻击我 我跟着我攻击他 那我们就建立了一个不好的关系 就是把这个不好的关系定死了 但是如果我决意一样对他好的时候 这个关系有机会可以转回来 可能他也是始终对我不好 但是呢 可能慢慢地 就是 总之各方面 会是 如果我对他不好一定是对我不好的 但是我对他好的时候 当人看到或者他自己看到的时候 他都会受感动的 所以我们 就对他人对我们不好 依然 是对人不好的 或者合作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 那些人没什么用 太蠢了 就是做事 整天都做得这么慢的呢 那我们就很难跟那些人合作了 那这里就说他 那些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又没有理由的 我搞错他更差 我更强 但是每一个人总有他的强项 就是每一个人呢 总有一些他的强项 那这个当然不是绝对的 就是全香港 365人 是七百多万人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那么多人之中 个个都一定有样东西比我们 未必的 就是这个 是未必绝对的 不过的而是 很多人呢 在某些地方比我们 比如说 我跟很多人比较 我对于吃东西的兴趣 是弱了很多人的 我是 就是 我的兴趣是不太大的 就是我不是说没有兴趣吃东西 我不会心思思去想吃东西 我吃东西 我又不会很留意到 让我发现周围的人 哇 今次那些不好吃 上次都不好吃 哇 就是有些人是特别很敏感到的 但是我自己来说 我是不是那么敏感到的食物 那这东西好 为什么呢 当我宣教的时候 那些好不好吃的 就试过有个人说 他说 你走来这里 就是他是当地人来的 他说那些东西那么平凡 其实那些东西 我觉得最好 最好的那一味熟人 就是菜 那他有很多肉在那里 那我不停止渣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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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 他说你这么厉害的 这些东西他觉得很平凡 但是我就觉得很好 但是也都是的而且确 有时候去到 我也觉得那些味道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呢 我能够吃那些味道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都能够忍得 所以呢 两体 所以呢 我尝味道的感觉 没有有些人那么强 但是我忍受不好的食物呢 可能强强弱一些人 但是呢 总是每一个人有他的好处 比如我做东西吃 我自己做东西吃给自己 我是没有心机做东西的 我是做得很普通的 所以做东西吃呢 不会是我的强项来的 总是你们中间呢 每个人都 superior 我又不比我强弱 roz Bell 我很害怕扯满 我做的 fixing所有东西 也不想扯满 但是我不喜欢扯满 我要扯是强的 一定要扯好好的 每个人都能有他的强 knock 那我就问我这么喜欢扫满 我真的值得引慎他 那些好切 Kinder 我都能夠欣賞她 而且不要只顧自己的事和人合作 即是事情上關顧別人的事 有人有需要的時候 當我發覺我和太太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她成長的家是一個很充滿愛的家 她們幾個真的很關顧 知道什麼都記得 很記得今天 爸爸不舒服 她會記實 她會問怎樣 我聽完她說之後我就記得了 有時候她說得多 我就會盡力去記得 譬如有時候我打電話給一個人 她說你和她聊天 第一件事你不要先聊那件事 你要先聊她的需要 先問一下她 但她剛剛上次她不舒服 現在怎樣 她記得那些人不是她認識的人 不是她認識的人 即是我認識的人 她知道她有時候聽我說電話 有時候總之某種原因 聽到我提罰某一個人有病 她記得多過我 我真的非常地背部 然後我準備打電話給她 她就說你先問問她 我會覺得很特別 這真是神給她 賜給她這個很有關顧人的心 我都要學習 其實我們願意學習 這就是我們成長的一步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周圍的人 雖然沒有我們那麼強 都會有時候提醒我們 這就是我們成長 有些人不喜歡別人提 不喜歡提的時候 怎麼會有呢 他永遠都不會成長 他不會改善的 但如果我們想和別人合作得好 一起相處得好 我們就一定去聆聽別人 別人說的話 聽聽有沒有理由 如果有些好的地方 我們都會去接受 但我們的心有時候不太強 即是覺得有沒有搞錯 我都知道為何要你提我 其實我知道我沒有做 即是我們的心不太服 或者覺得 是否一定要你的方法 有時候我們不是那麼願意 去承認 哪有跟別人合作 阿摩斯書三章三節一起説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 即是我們一起做很多事的時候 都同心 當然如果我們上班的話 那些人不會跟我們在信仰上同行 不過我們可以在做工的事上同心 我們可以跟老闆同心 可能有些同事 他們的心 我們比較難得同心 為甚麼呢 有些同事真的偷懶 他就不想我們揭露他的懶 如果我們太勤力 他就會顯露出他的懶 即是我試過有些人 他說上班又怎樣 他說他自己做工就很快做完 那些人以前做得很慢 那些同事就說你做慢一點 你不要做得很快 你做得很快 那些老闆就會知道我以前偷懶了 不過我想香港現在都不是那麼多 因為香港很多做工的人 都是一個人做 可能背叛或者以上的工作 所以都不到我們懶了 有些人是不合理地想我們合作 但我們盡量是跟人同心 即是當人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盡量去欣賞他做的事 體重他做的事 可能他做的事不是我們做的事 即是他有困難我們都關心他 可不可以這樣呢 這個人他所需要的人 我們都關心你想申請那件事 可以不可以 你想得到那件事 你做那件事做不做到 很多人就沒有這種心的 但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的時候 那你說好像額外做太多事 我有沒有搞錯 要做那麼多事 那都不用做的 都上班都沒有做這些事 但是這個呢 就是在神裡面 我們想發揮心理 你跟哪個人都好 你都關心他的心 甚至你在等車的人 衣服不認識的 可能他等得不耐煩 你都關心一下他 那有些人會說 有沒有搞錯啊 即是這樣都關心 有時候可能 你有試過在等車旁邊 哎呀為何這麼久的車都未到 上的車何時到 即是有時的人會這樣聊天 我們都可以用一個幫助的心態 即是給他一些鼓勵 一些方法 譬如說 譬如我們說 譬如我們說 我知道他剛剛 譬如有時我試過這樣 那個人來到 他好像有點心急 看著看著看著 我說呢 我剛來到的時候 我看到車剛離開的時候 就回答幾 那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字了 你還有兩個字 即是到 即是到我沒有關 但是我都會 即是 提供一些 一些東西 對於他有幫助的 那我都會去提供的 那其實沒有什麼 但我們能夠幫到人 都幫人 這是一個合作的精神 其實這樣做人好嗎 其實好嗎 你會多很多朋友 其實我在網上 經常都幫人 在網上 我有很多不同的人 回應 那今天有一位 有一位 今天又來以前 其實也有以前 Olivia 也是以前 看到的那些影片 那今天有一位 Peter 他也是看過我的影片 那就是 有不同的人 都看到影片 然後我又會很樂意幫助 那今天有一個人 在日本打給我 他在日本傳了信息給我 他說 那些人給我趕邪靈 趕完 他們自己就很辛苦 所以他很怕 人家給我趕邪靈 我說不用怕 耶穌一定得勝 我便給他一個Sky 他在日本 也可以用Sky 和我聯絡 聯絡 然後我便和他祈禱 祈禱的時候 祈禱和回應他 他的信仰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他說 邪靈跟他講 他說 耶穌都不要你 你信耶穌有什麼用呢 就是 魔鬼故章這個意義 告訴他 我說其實 神不會這樣的 你悔鬼認罪 神一定 一定不會排斥你的 然後我又和他祈禱 他祈禱 他又說 沒有什麼感受 是除了一路哭 他說一路祈禱都是哭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他又發了全的電郵給我 然後他說 報後覺得很平靜 拖頭髮 說不到後來平靜 那我就說 我便答覆他 說 這就是神的恩典 你要留意 我叫他如何處理生命 看看自己的生命如何 那你下次告訴我 有機會 我又為你祈禱 其實我這樣做 對我有什麼益處呢 其實很有益處的 但實際上 眼見是見不到益處的 但實際上很有益處 為什麼 因為神是歡喜 但其實我做的時候 我便想著神是歡喜 想他特別做 而是我覺得 我就是很想做 神要做我 我做的事 那時候 我就快樂 我能夠真的祝福人 自己真的有力量 我希望大家都時時地做 雖然眼前 好像看不到益處 譬如你幫了你旁邊的同事 眼前看不到益處 反而用了一些時間 但你幫幫他 其實他更加歡喜你 更加跟你合作 你將來工作都更加容易 所以任何的合作 包括夫妻的合作 包括夫妻的合作 我稍後再講到夫妻 好 你忘記下 十一章十七節一起読 夜河夜大 又使王與民立約 這裡講到神與人立約 又舊日又新約 這裡所講的是人與人的立約 王與人民立約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因為當時來講這個王 因為那個太后控制了 所以王就沒有這個身份 然後呢 夜河夜大 就叫他跟那些民人立約 然後怎樣計劃 他能夠再一次成為以色列的王 在這個過程中 看成為右大王 這裡就看到一件事是立約 他們跟他立約合作 怎樣合作 其實我們在我們社會 和我們周圍關係都有立約 我們有分約 有合約 信主我們有和神與我們立的約 其實當我們受洗的時候 也都是一方面是和神與我們立的約 也都是同仁和教會 也都是委身教會的約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人沒有跟從這個約 當我們跟從這個約的時候 我們和教會的關係更加可能 更加做到要做的事 我自己很多時候都會鼓勵李子輝 同仁 堅立這個約 真是行神這個約 以及教會能夠有一些約 意思是什麼呢 有些教會是有這個方法 有這個方法 就是 全體教育 有幾個願意 真是委身做了神要他做的事 即是完全張同仁 十一奉獻 每個星期都回來崇拜 除了真是絕對回不了的時候 委身去服事 當然不是說他做了多少 但是呢 有一群人願意這樣做 那這些群人 就成為這個教會的核心 意思呢 因為很多人 他們只是來坐下 走到沒有委身 但是這群人 是一個核心委身 這個教會的一群人 這群人很重要 是不是 因為他們委身的時候 他們的力量 一個人可能頂得住20個 沒有委身的標徒 那些只是來坐下 然後走到那些 是不能夠發揮他的作用的 所以呢 我們在基督徒 和神和教會 都可以有這樣的藥 或者是分藥 即是體重這個藥的時候 我們和人有合作 有合同 體重的時候 這種關係就會有穩定性 譬如簡單一個例子 拍拖也是一樣的 基督徒的戀愛 不服本人的戀愛 有些人用了世界的方法 這是不對的 普通的世界的方法是怎樣的 現在這麼悶 那些人拍拖 這是世界的方法 但是神的方法是怎樣的 神的方法就是 如果神感動我們的話 我們祈禱問神 這是神人的願意 如果神有願意 我們就去討告 去尋求 當我們開始知道是神的心意 先開始戀愛 不要開始有感覺就戀愛 而是有神的心意 知道是神的心意的時候 就開始去戀愛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中 亦都是不斷尋求神的心意 即是說 神到底是不是你的心意 在這段戀愛的時間 其實是找出到神的心意是什麼 那都有些合約過 合約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一個淡兩舌 每一邊跟這個人拍拖 應該又喜歡另一個 如果是 如果心裡面 其實這樣的仇改變 已經不是神的心意 如果真的發覺這個人不適合的神 就跟他分手 那一段時間才開始生 即是每一個關係都是尋求神 和神的心意 這都是合約 另一些合約就是說 譬如有約了他 應該要準時到 這些是應該的 是尊重他 去關心他 去聆聽他說說 這些都是在戀愛和婚姻裡面 更加會有這些藥的 即是我們其實都看錯這些藥 所以很多時候 當我輔導一些拍拖 或者是結婚的人 我都會說 你們願意真是尊重對方 體重對方結合的關係 那這一種藥呢 是能夠令到我們 和我們周圍的人的關係更加好的 很多的夫妻關係 發覺 跟對方沒有一種毀身 於是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會 他經常都說 未婚了 走了 我不要你了 經常會說這類說話 這類說話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藥在背後 這個是 即是當我們時事同仁 有一種的藥 真是要做實 神吩咐我們所做的事 對人的毀身的時候 譬如我們答應 去一個教會 我們就答應 去負責一件事 就答應 就要做得好 這樣的時候 人對我們有信心 給人有安全感 不會一會又會失虐 又不會隨便去改變 這就是我們和神和人 神的藥就是神 我們在這個藥裡面 我們堅守這個藥 和人就是我們之間 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合約 就算有時候 不一定要寫到的 很多藥是沒有寫到的 即是朋友和朋友之間 都有一種藥 譬如說 兩個好朋友 他不會一年才見一次的 如果好朋友 他有一種默然的藥 他都會大家到上口 去找對方 即是他有一些事情 譬如說 一起去做的事 他答應的時候 他會體重那段時間 這個都不會一路 一路去街 一路自己 自己玩自己的手機 做自己的事 那就不是搜這個藥 其實很多事情上 當我們搜這個藥的時候 都是能夠令我們和人的關係更好的 好 處理人際問題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學問 因為 人與人之間總是會有問題發生 當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的處理方法是甚麼呢 發脾氣 吵枕 吵枕 激氣 轉頭走 這些是常見的處理問題方法 問題在哪裏發生呢 會有婚姻 或者在教會 在弟兄姐妹之間 在侍奉 全部都可能發生 在同時之間都會有的 其實有親人就會有任何的衝突 就算你搭車也有時 有些人和人有衝突 你撞他 然後他就開始發脾氣 發脾氣之後 怎樣處理這個衝突 都是一個處理衝突的陰氣 我們一起讀一下科羅西書3章13節 倘若者人與那人有言規 總要彼此包容彼此搖恕 主怎樣搖恕他們 你們也要怎樣搖恕人 這裡講到主耶穌怎樣搖恕我們 我們怎樣搖恕人 有言規的話 總要彼此包容彼此搖恕 即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順量去解決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聖經的原則 但的確很多基督徒是沒有做的 很多基督徒就說 他對我不好 我沒有理由對他好 他都不理會我 我怎樣能夠理會他呢 他之前對我說的那些說話 我不能夠當沒事 這些基督徒都會有 即我們不要把這些教導放在我們中間 有一點就是 無論人錯多或者少 或者認不認錯我們都要說 有時候我們說他沒有認錯 沒有理由我認錯 他錯得多我錯得少 沒有理由他不認錯我遙說他 這就是心會不拒 當我們不拒的時候 我們不遙說他的時候 關係就會有問題 就會破裂 但是當我們遙說的時候 就算他錯很多 我們錯很少 或者甚至我們沒有錯 他完全錯了 我們依然用柔和的心對他 這樣的時候我們能夠影響別人 也真的心裡有平安 有輕盛的 我分享的東西 我不是誇言 我只是講到一個情況 有一個情況 就是有人對我一些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的回應 我的處理是非常平凡 我又會被他影響 我只是說出所有關注的東西 你不喜歡的東西我會處理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對方是處理得不好的 在這個過程中 好像我是受委屈的 但是後來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我真的看到你有很好的EQ 在這個過程中 他看到我是不給他影響到 以致我回答都是很柔和謙卑 他說讓我看到一個好的講約 就是有人做一些不好的事的時候 你都怎樣對待 我這樣說 完全不是花柔 我只是鼓勵你也是一個人 在任何情況 你無論如何都好 你依然祝福他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很重要事 譬如說你坐車 有一個人 明明他撞到你 然後他又發脾氣 又說你撞到他 或者排隊 他就打尖 打到你那裡 譬如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可能心裡很歡喜 很想發脾氣 但是你就說算了不要緊 有些笑事不要緊 如果真的打尖 有他就打尖 就是不要發出來 以致那件事更加容易平息 如果我們能夠搖遍它的話 好了 狼華書12章18節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好 就是說如果可以說盡力 就算他不好也好 我盡力和他和好 就算你錯了多少也好 我和他和好 因為我和他和好 我有機會改變他 如果我不和他和好 我沒有機會改變他 所以我盡力 求主耶穌幫我能夠盡力 我待會給一些例子 怎樣衝突 因為作為律師 我可以告訴大家 做了這麼多年律師 實在會遇到很多衝突 真的 這些衝突 在發生的時候 真的有時候很辛苦 但是我是堅持用神的方法 我也講出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待會有問題 可以問的 幫我講一些聖經 可羅西書四章五節一起讀 你們要愛惜光陰 用智慧了愛人交往 這個智慧真的很重要 只是用智慧來相處和人相處 因為很多時候 人說的說話會傷害我們 我們可能會用激氣的方法和人相處 或是露氣的 一些 一聲彈的說話 這句說話彈出來之後 後果可能非常嚴重 我感激主耶穌神給我一個好的太太 我有一些事情的處理方法 我都覺得很平和 我就先問了她 神給我這個心願意去問她 那我就覺得我做的應該很對的 譬如說我錯了 我解釋 那她就問我 她說這個人會不會接受 而且當你解釋的時候 她會不會更加覺得你是別戶呢 或者周圍的人更加覺得 你為什麼你這麼緊張這件事呢 所以她就會這樣說 有些人會聽你的解釋的人 你就跟她解釋 但是有些人她真的不會聽 已經一次再一次顯示她不會聽 當你要去解釋的時候 只有一個後果 她就覺得你很一定要 Defend 一定要自衛 這樣的時候 反而後果不好 所以當我相處到一些難相處的人 難相處的人 當然是有些問題的 我現在想一想一些例子 我用一些例子 就是說這些例子 就是我盡量不 就是我盡量不 就是跟這裡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我 就是想讓大家知道那個 我盡量不說這個情況出來 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有一個人 他就有兩次的情況 就攻擊我 攻擊我的時候 其實就 很多人都看到是錯的 就是他的攻擊是錯的 甚至我也都有變證人 但是這個人是沒有放棄的 他堅持 他去不同的群體 他都說這件事 好了 這件事令到我 就是覺得很不強 很不服氣 就是他這樣的做法 怎樣算呢 那我就想 就是那些有關的人 就是其實我也都有跟他們 就是當初有人聊起 不如我們一起聊這件事 那我就回答了 但是回答的時候 那些人 他們就沒有 就是 好像講公道話那樣 沒有講公道話 那我的心就很想 去發出個言由 給他們每一個人 將那件事再一次去解釋 我太太都 他就勸我 他說 其實 那些如果是接受你的人 已經接受了 他已經知道 那件事是不合理的 但是如果那些不接受你的人 你再講的時候 可能後果未必是好的 他都說他的 但我未必是絕對 不過他覺得 那些接受你的 已經不需要你再解釋 那你向那些不接受的 你解釋 你要解釋 他越可能覺得你是智慧 那我想過想過 我最後我聽到他的意見 那但是他都跟我說 他說 我只是給你提議 那你提議完 你就自己去想 是否 就是你怎樣處理 其實從別人來說 我可以說 那心真的很不舒服 真的很想去解釋 很想去 就是將事情 再一次 重複的 清楚地說出來 那但是 在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只是太太提醒我 就是 為甚麼有自衛 有些是有果效的 有些事情做完之後 後果反而不好的 我感謝主 因為他的提醒我 結果 我真的每一次 和一些人相處 或者回應某些人的問題的時候 我真的想清想錯 我才能答 那我不知道 你有否一個好朋友 可以這樣去商量 你說 糟了 我不是一個這麼有智慧的人 在我身邊 在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很快 很衝動 很快 就 那些說話 又充滿火藥味 又或者是 很多自衛的感覺 比如說自衛 這件事都是 這件事是我學了 學了很久 我都可以講講 這個自衛的方面 這個 下面的經文 我一起讀了線 就講到這個自衛 提王太后書 有十四節 不可為言語爭辯 這事沒有益處的 只能敗壞聽見的人 那爭辯 這要講到 不要為言語爭辯 不要為一些 說話 來爭辯 那我們一起讀下面 那些寫的那些字 爭辯 只會令對方與我們對立 我們要知覺 甚麽言語令對方與我不對立 例如 你做得不好 並不會令對方上改 這裏是我自己寫的說話 就是說 當我們爭辯的時候 譬如全夫人 當你開始爭辯的時候 他已經不會相信 為什麼呢 他覺得你要爭辯人 當我們一爭辯的時候 那個人就起降了 有些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小到大 有人一攻擊他 他就起降 他就已經習慣要反攻 所以 當你一令到他 他一開始起降 你又再跟他再起降 自己又起降 那你呢 以後你就不用指 就是很難很難的 反而在那時候呢 就是 也都是太太有事提醒我的 在這一陣子你就聽他說 聽他說 聽他說他的關心 他的移民 但是不要解釋這麼多 就是你解釋你要想清楚先 免得呢 你是和他有一個對立的關係 因為當我們一和他一對立 就已經去 不單止那一次對立 是以後有些人都會對立的 你有沒有發現做工有些人呢 一次過對立之後 以後都會針對你呢 會有這樣的人 是不是 有時呢 就是做工呢 哇 他一次之後呢 整天都記得 記得之後呢 就永遠都是一個對立的狀態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有時請他去吃東西 說一些溫和的說話 說一些欣賞的說話 鼓勵他的說話 那他覺得我們是欣賞他呢 他沒有這種對立關係呢 當有一天我們需要勸他的時候 他聽的機會更加高 那這個是一個真是 跟別人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想一下有沒有跟別人對立 好了 我講一下這個Defend這個東西 去解釋 我有一個例子 是有一次有一個年輕 他是負責 就是當時在教會裡面 他又負責一個事務 那天回來呢 就很慢睡 做得不好 那我們問他的時候呢 他就說呢 昨晚呢 我有很多很多人這樣做 所以呢 我今天很慢睡 那他其實一直在解釋 就是我幾樣東西不行 所以我就會 今天很慢睡 那其實 當他 他昨天有很多事發生 今天很慢睡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就是 他昨天發生的時候有一個事實 那個問題就是 他能不能夠很簡單地承認 就是說呢 我今天很慢睡 做得不好 很多時候人就不想說這個說話 就不想說 對不起我做得不好 就是想 就會解釋了很多個原因 聽來聽來聽來呢 他都不會有一句說 對不起我今天做得不好 我沒有盡力做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Defend 就是說他是想 解釋 而他沒有去 承認他的錯 那我自己也是 真的 我發覺呢 真的我發覺 這個在我短目課程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角度 還有呢 在我跟我太太相處 也都會提醒我 提醒我之後呢 我是更加去留意 那我講到一個情況 在以前我讀短目課程的時候 有一次呢 我們就是要泊車進去 用一張卡 那我同學的車就走前面 跟著他拍了卡 但是他就始終進不去 那他就弄了很久 那我心就很急了 我很急的時候呢 我就做了一件什麼事 我馬上下車走過去 我就拿了他的卡 跟著他拍 去弄 但是也弄不到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有那些小組 那這個同學就跟我說 他說當我做不到的時候 你走過來拿了我的卡 是給我的感覺 你是很 即是怎樣呢 好像控制了 你那種控制性的感覺 那呢 那呢 當時老師就在那裡 他就是想把這件事 我們當時就是要學習 能夠有些事情 說出來的時候 如何去考慮 那我當時的反應 我就解釋 我說呢 等了很久 看到你又不行 那我就走過來拿了一張卡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他說 我想問問你 Defend是怎樣的 他就是這樣說 那老師 他不用一個很強硬的方法 他不說 你是否在Defend自己 他只是說 我想問問你 在你而言 Defend是怎樣的 那是令我開始去想 就是說 我當時真的有很多種控制性 其實真的有 一走一路 拿了每張卡 那其實呢 就是我可以走過來 可以用另一個approach 另一個方法就是 啊 怎麼辦呢 那張卡進不了 我們怎樣解決呢 那就聊天了 是不是 但是我們很喜歡解釋 不是啦 他進不了了 他已經搞了很久了 那我就很急了 那如果很急怎麼辦呢 哎呀 那當然沒辦法了 那當然拿一張卡試一下 那這個就是Defend 就是去解釋 而不肯承認我們的錯 或者不願意用一個柔和的心 去大家解決方法 那很多發覺 有沒有發覺呢 在和人相處的時候呢 尤其是夫妻是最多Defend的了 就是 當中我知道 有些人不是結婚的 那可能是同事啊 朋友啊之類 或者是教會提醒姐妹啊 Defend 譬如說 你今天定拜不太投入 那譬如說 其實這句話不太好 為甚麼呢 譬如有其中一個 領定拜不太投入 另一個就告訴她 你今天領定拜不太好 這句話已經不平調 因為是有一種對立的狀態 那我今天想說 就是處理這些衝突的時候 我們留意到 我們何時會製造這些對立的情況 那怎樣可以 那你怎麼說呢 那她明明是今天 她不太投入 我怎麼說呢 那我們可以問回她 可以這樣問 就是 今天 其實我們可以多說一些正面的說話 不要說真的 都是要處理問題 如果每一次我們和人聊天 都是處理問題 她很害怕我們 就死了 你一走過來說話 我記得有一個人以前 她一說 我又想跟你說 她又說有一件事 我真的很害怕 她每一次都是有一件很嚴重的事 當我聽這句話的時候 我寧願她不要說 有件事跟我說 她不如直接說 她一說 我又想跟你說 我立刻的心就很害怕 因為她說了 都是某些困難的事 其實我們可以先欣賞 就是看看她的錄影 她做得不好 但她也起碼要努力 是吧 她欣賞她的努力 也都可以有時間問她 或者我們自己欣賞一點 我今天領領拜領得怎樣 問她 有時我們問她 她又會說她的情況是怎樣 但我們有時候可以問她 然後她說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可以去找一個解決方法 但如果我用一個差一點的情況 有一個人 她就去找另一個人 她就跟她說 她說 你今天領領拜不好 她就跟她說 是吧 今早 誰在罵我 罵我一大輪 我去銀行排隊又拿不到錢 真的很多事很煩 所以我今天領領拜領得不好 那時候她就變成了辯論 她要解釋 為何我今天領得不好 而不是說 對不起 我今天 我自己想很多東西 所以我不能投入 但我們往往是很容易 就會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夫妻很容易這樣說 即是說一些話的時候 一說對方有些什麼不好的時候 對方馬上會 廣東話有句話 安屎不出奶皮眼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即是這句廣東話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些現代人 或者沒有聽過 多屎不出奶皮眼 即是說 你不能出 地下是無關係的 但人總是喜歡 死雞掃盤蓋 總是容易解釋 要解釋 解釋 不是我錯 是別人錯 那時候 其實反而 那個關係 更加僵化 這些爭辯 即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那怎樣是一個好的解決 一些好的解決方法呢 其中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欣賞人 欣賞他 例如他 雖然他做錯 都依然欣賞他的努力 然後去問他 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法 當問的時候 他講出來的時候 去討論 這件事好不好呢 即是 給他機會去講 而尊重他 不要覺得他講真的 都是廢話的 而尊重他的時候 能夠解決到 那 我可以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譬如有個人 他遲到的 很多時候都遲到 那 我們可能的傾向 就說 有沒有搞錯 今天我等了你多久 看個鐘 那 立刻他會起降 今天電車爆胎 哈哈哈哈 就是要找一些藉口 就是要找一些藉口 就是要找一些藉口的解釋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攻擊 就是攻擊的時候 他就自然去找藉口 但是呢 我們首先 其實那一陣子 都不是一個處理的時候 我們可能那時候 是 我知道你都很心急來到的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處理方法 而不是呢 就立刻 當時馬上說他 然後讓他去 那條戲 鋪回來了 即是順回來了 然後再找一個時候 跟他聊一下 我 我想 即是我也想 想到這個準時的問題 我也想找個解決方法 你可不可以有些提議呢 那時候他就不覺得 是我們攻擊他 或者可以這樣說 你都很多時候很準時的 有時候我都遲到 不如我們兩個一起想一下 即是我們有時遲到過 譬如我當我們有五次 他有二十次 那樣 我也有遲到過幾次 我也想找一下方法 怎麼可以不遲到呢 那我 即是大家去討論 那我太太又 她又提議我 她說 你預了時間 可能你預鬆一點 你不要當 即是你今次 你走那條路 知道這麼久 你下次你就 足夠時間去走那條路程 即是可以用這些方法來處理 而在過程中 不是惡化的關係 而是能夠 大家 即是在這個過程中 都是能找出這些處理方法 這個呢 就假設兩個人關係好 好了 關係不好那怎麼辦呢 關係不好呢 這樣的時候 就很容易 如果有衝突 有更加會更大的衝突 那我們都要有些智慧決定 有些人我們是改不了的 即是有些人是真的改不了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們的目標 未必去改它 那個目標呢 就是找一個方法 是最 能夠大家合作到最小的問題 又必定有問題 不過最小的問題 即是有些人很難改 我們不是去改它 只是說這件事情順暢過了 就算了 就不是一定要揭發它所有的事情 如果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 譬如真的兩個人相處很差 這樣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呢 就盡量是建立關係 而呢 有需要的時候 可能找 即是一些中立的人 輔導的人 去能夠幫助這個關係 或者自己能夠做多一點的事情 對對方好的 會令到關係好轉 事實上是很難的 如果在一個很惡的關係 尤其最多的就是夫妻 那我很多時候 有些人問我 糟糕 我和太太 或者和丈夫的關係很差 那怎麼辦呢 在夫妻也有好 就是因為夫妻也有一個共同點 都想個關係好一點的 那時候呢 就可以大家 就是談一個約 即是想不想個關係更好呢 又想個方法去解決呢 但是的而且確 很多關係 就算這樣說了 都不代表他會處理的 但是的而且確 也有些關係這樣處理了 我試過很嚴重的 遇到一個很嚴重的分析關係 有一個對夫妻呢 那位太太呢 有一次她離開了 她就發覺她丈夫呢 就容許她的前妻 住在她父母家裡 即是她和她父母一起住的 她容許她前妻一起住在這裡 那位太太知道之後就很生氣 因為那位丈夫呢 不是說真話的 她說她以前兩個真的很好 她的關係好到呢 是不得了 真的很溫馨的 但是自從那一次之後 她的關係非常惡化 而那位太太每一次說的時候 她說沒事沒事 是沒事沒事 你不要經常說 不要經常說 她越說越激氣 那位太太跟我說 她說我每一次搭那個情況 真的覺得對 聽起來挺惡劣的 那我就去瞭解她們 那我就先問那位太太 即是瞭解她的情況 那我就問那位丈夫 我說 你聽到你的太太的情況 你覺得你的太太的感覺怎麼樣 那她說 我知道她的關係 她是很傷心的 她感覺很傷心 那我跟著問她 我問她 為什麼你會這樣呢 那她就說 其實我真的一點都沒有心 跟我太太前妻有什麼事 不過她那時要來探望我父母 因為她跟她的父母關係仍然很好 那她又免得她出去找地方住 於是容許她在那裡住 那位太太當時就說 其實我寧願出錢 你讓她出去外面住 你不要讓她回家住 那她已經做了 那我就問那位丈夫 我說 你覺不覺得 你做這件事 對你太太的影響 那她就開始說 她說我承認 我男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她一開始一直不肯 她一邊說 就是沒事沒事 原來沒事 說沒事是破壞關係的 有時與曲有事 她一邊說沒事 反而的關係 是一直都解決不到 一個太太 你整個一個不承認的 然後我就跟著她 跟我丈夫說 我說 你當你知道 原來你的太太這樣受傷害 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太太 去說一些說話 去安慰她 表達你的心意 那她真的很好 很成意 她轉過去太太捉住她太太的手 她說 很對不起 我真是 以前這樣做法 是令到你很大的傷害 其實我很體重 你很想 跟你關係更加好 我真的很愛你 她就是這樣說 說完之後 接著她就跟太太分享 她說 我們關係很溫柔 原來她丈夫不肯認錯 經常都說沒事沒事沒事 結果 那個關係國發了幾年 幾年 都是因為她說沒事 結果她們出街 又不肯一起出 又不肯一起走 始終是被這件事卡住 其實原來有時候 聊一下 問一下兩方面的看法 感覺 講一下的時候 原來發覺 兩個其實都不是這麼分歧的 不過只是一件事卡住 我只是求助幫助大家 我知道處理實際的衝突 實際上太多例子 很難一下子說得太多 如果你中間有沒有人 有一些很困難的例子 你現在正在面對 你如果有的話 你拿出來 我們試一下去想一下 如何處理 即是時間關係 我可以分享 有什麼導演做的 是很困難的 即是剛才說的 有什麼問題 好 一會兒 我講完 我停了之後 就會不講 現在沒有人有問題 我也鼓勵大家 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有衝突 是一定要處理 不過未必是用硬碰硬的方法 可能你是先建立關係 對她柔和一點 關心多一點 然後去找機會 去對她說一些好話 然後有機會可以說完事 即是千萬不要以為 我跟她說理由就會好 大家有沒有發覺 說理由是 關係不會好 有沒有發覺這件事 是的 原來說理由不是一個好方法 解決關係問題的方法 對她好一點 是一個好的方法 對她好一點 是一個好的方法 有些人你覺得好,他第二次又會有這個,有些人是有這個 你覺得最好一點,這次最好一點又和一點,但第二次他又有這個 我知道有這個,所以有句話英文很好 Gentle and Firm,Gentle and Firm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老師,可以對學生是均衡,但是要Firm 教兒女也是,有沒有發覺有些父母大兒女不停留 不停留,總之他要賣東西,他要留一頂屁股,不停留一頂屁股 不停留一頂屁股,不停留一頂屁股,不停留一頂屁股 那父母就沒有他父母,那怎麼辦呢? 有些父母就拿一條騰劉威的手打他 所以打完他就越更加大哭大哭,越更加解決不了 Gentle and Firm就說,OK,跟你講一個原則,在家裡講 如果外面買東西,你是要買,我不說不買 你是要買的時候,我就會走的了 即是真的走的,拜拜,那就走了,拜拜 那他呢,即是你是Firm的時候,你不會讓步 他下次就不會欺負你 所以你所說的情況就是,我們一同對他好 但有些情況他是利用人,侵犯人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原則 但我們不要用武器,他做錯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用的原則 但我們牽手,即是不讓他侵犯 即是我們不是成為一個任人侵犯的人 任他把這些東西拿走 譬如這些桌上的東西,他全都拿走 辦公室會有時用的東西,對吧 辦公室的東西都拿走了 那他拿走了,然後他又不回來 這樣之不之類的情況 那這都是我們需要用溫和的方法 處理的方法,怎樣去處理 即是我不能用一下子講完 但的確,如果我們很硬的時候 反而他就會跟我們對立 對立了更加解決不了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的,如果你在這個禮拜 或者現在想到一些情況 你覺得很難處理的 你下個禮拜拿回來 這個禮拜告訴我 那我回去預備一下 現在有沒有人想到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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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這些優秀的人 但是他覺得是優秀 但是我說優秀 我覺得你不是優秀的人 他覺得你不是優秀的人 他可以做好手術的人 OK 那這樣你就可以 用這個太太幫你手 你太太是會 即是多一個人是很多的 你就說回她聽你說的話 然後你太太就會 可能會告訴你 那個情況 即是那種感覺 其實切身處理是一件事很重要 即是如果你有筆 就自己記得寫這句說話 那這句說話 是很多時候太太都 她沒有用這個詞 但她是用這個評論的 她是怎樣呢 她說 譬如我想說一件事對這個人 她就會說 這個人收到這句說話 有什麼感覺呢 她會問我 那問我呢 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會思想到 即是我覺得我很優秀 但其實可能是令到她不舒服的 所以最好 這是一個好的原則 如果我想和一個人處理一件事 最好找一些有智慧的人來聊一下 不要找一個沒有智慧的人來聊一下 因為沒有智慧的人來聊一下 他更加叫你 那你要拆到他幾個瓦 而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有耐性 有愛心的人去想一下 即是當你是那個人的時候 你這樣說這句說話會不一樣 有時有些人是無理取鬧 無理取鬧 那無理取鬧呢 那這些情況呢 我們都沒有辦法再爭辯 但真的要慢而分小心 即是跟她說話的時候 真的要慢而分小心 但如果你要具體例子 我才能夠回答你 那原則就是一件事 哪要damn and firm 哪要是ぐ多 there哪走 哪會是過分的 如果要性的和言論 哪這樣害怕 哪大女性界 哪這樣 PERFECT 哪行在理他們 好的 這個就是我早前提出的一件事 就是當你想提議 要改身處理confront 即是要處理這件事 其實你要看這個人是否可以處理 有些人是不能處理的 因為他們已經見過很多次了 有處理最後的問題 結果是處理事的處理行動 變成一個大問題 那件事可能這麼大 那個處理變成一個大魚子彈 這種人是我們不可以處理的 而我覺得真是看我的經驗 我自己說最好你先對他好一點 真是建立關係 然後是先找機會 而可行的就是聞他意見 如果在某個情況 還有欣賞了他的一件事 欣賞的時候是真心欣賞就不要不斷欣賞 是真心欣賞他 他感受到我的欣賞 他才會聽我們說話 千萬不要這樣說 你今天領事真是領得好 不過呢 他就是 什麼呢 他前面都聽不到 前面都聽不到 不過之後他才聽到的 我自己覺得是 我自己覺得是 你知道譬如 你的同事是一個一號仔 什麼都追求完美的 你想要追求完美 你慢慢跟他辯駁的時候 你想跟他講 你要顧一下人的感覺 因為有些人是故事 有些人是故事 有些人是故人的感覺 那你跟他講一下 顧人的感覺的時候 是大家愈咬愈僵 那你只要一號仔 你就要用另一個方法處理 我自己覺得 有些人是故事 我自己覺得 OK 好 我們暫時停在這裏 因為今天有分享 我很多謝葉牧師的教導 禮拜三端五節 剛剛說是抑鬱的 有時我晚上都會很負面 很開心 那我突然想到 如果師有教 就是經常說 那個心就要很鬆 我最先用幾種讚美的詩歌 可以提議 這裏都有用 我都很喜歡的 第一隻就是十幾年前 那隻讚美之前的 第二隻就是最近 我都覺得是非常之應景的 它叫爺和華喜樂靈的 那讚美完之後 那接著我就回想回 真是牧師 還有有一次在這裏 我見到那些弟兄姊妹 她們在天堂那個大喜樂 那還有也都是真是 整個人很放鬆的關節 真是從底裏裏面說 即是說人要很鬆的 也都用阿牧師教 即是說 職主真是很好的 也都可以勝到一切 那真是很快 那我自己是看著自己 真是笑出來的 祝福大家能夠 都在實際上 都很困難 能夠處理 或者你遇到的衝突 或者不開心 都能夠處理 在這一陣子 我們一起 一起學到我們的處岸 一起 我們 很想耶穌來祝福我們 釋放我們的心中 所有的重大 在人際關係上 所有的問題 都能夠放手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耶穌我們需要你 我們感謝責任 我們多謝主耶穌跟我們在一起 阿尼瑞 在一起 阿尼瑞 在一起 主耶穌我們愛你 主耶穌我們全心愛你 真是向著耶穌說話 相信耶穌就站在你眼前 主耶穌我們全心愛你 我們相信你就是這個地方 祝福我們 你不想我們在世界上 背著重膽做人 不想我們在世界上 不開心 不想我們在世界上 不能夠活出你的樣色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在這一陣子 把我們的煩惱都交給你 我們深信耶穌 真的會釋放我們的心靈 耶穌真的會釋放我們 真的會安慰我們 真的會加力量給我們 真的和我們一起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因為你看錯我們每一個人 阿尼瑞 我們心裡渴賞著 我們每一個主耶穌 我們很渴賞你 我們渴望你 我們依靠你 我們侏崇你 我們很想會在你的愛中 天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我們每一個都相信 神啊你真是幫我們的 阿尼瑞 阿尼瑞 你一生遜 你不可以